要求是把剛剛的東西 再從SS裡面 幫我搬到這邊來 OK 當然不是叫你說從這邊 把它全選Ctrl-C,Ctrl-V OK 但是 這樣也是個方法啦 可是不是要你 我們現在用ADO 加SQL 幫我把它搬過來 順便講一下 那個SS 如果是舊版的好像都會 要求你一定要關掉 才能存取 現在好像沒有 現在好像2013 不用關掉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們將來用舊版的 可能他要求你一定要把這個 關掉 才能夠存取 OK 那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一樣 這個在表單裡面 再做一個新的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也許就是叫做查詢全部 有一個新增全部 然後他的按鈕就是 B5 Enter 然後這邊的話用 本來是音色 新增 然後現在就是查詢 那查詢的話 基本上 就不需要麻煩 就是 其實甚至比那個什麼 比那個 新增來的更簡單 裡面的話 點亮一下 B5 這個delete掉 我們乾脆用雲端的這邊 基本上 B5裡面的話 我在這邊上面有 查詢全部在這裡 那基本上 我是拿哪一個來改呢 基本上不是拿剛剛 B4 裡面 主要是拿這個來改 因為我們查詢的時候 都不需要傳這些東西 但是要做的事情 其實 都一樣 差別只是 SQL的地方 不同而已 OK 再來 有哪個地方 多了 就是要把查到的資料 再多一行 幫我怎麼樣 寫 把那個什麼 MyRS 因為 如果你下的語法 是slate 的話 它會 返還給你 你查到的那個表格 的資料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 MyRS裡面 再利用那個什麼 Range Range B3.copy from regal set 把MyRS 丟過來就好了 這樣就完工了 所以基本上 只要把那個 剛剛的程式做修改 因為程式應該也不難理解 而且應該如果有信 自己再改一下 那我們把最後改完的東西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應該你們 可以理解 我想你要自己做 應該也做得出來 你可以把 上面這個拿來改 我是拿這個來改 改哪些 其實 第一個 刮斧裡面不用傳 第二個 這個一樣 這個也一樣 因為驅動跟資料來源都一樣 OK後面都一樣 只有差別是SQL 剛剛是分兩行 因為太長了 那現在只要一行 就是slash所有from 問題 那理論上 那個SQL裡面 是不區分大小寫的 所以我 就多用小寫 沒關係 那他就把這個SQL直接丟給他 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直接丟到這邊也可以啦 然後呢 就再利用什麼 range h b3 點 特別是要這個不用背了 點下去 你打一個copy 打一個c有沒有 cop 有沒有 copy from recallset 就出來了 他是一個方法 後面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一定要給我個recorset 那我就直接把那個myrs打上去 OK 好 輸入上去 它變成我本來想說 他會 那就myrs 這邊我習慣這個大寫 好 這樣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啦 而且程式也不困難 當然如果將來你要查別的 請你在這邊動一點手腳就好了 不過這個查詢可能你就要在自己在後面會有下一些條件 那至於那個會有指句 怎麼去了解 其實 在 這個裡面都有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就是 W3School 裡面這邊有會有 會有裡面有沒有 他就有相關敘述 Slay the front 哪一個table 會有 而且甚至有一些 練習給你練習 Example在這邊 那還有連擊跟交擊 有沒有 偶爾跟and 這邊也有啦 其實你往下Example這邊也有 哪一個欄位 等於什麼 and 有沒有 或偶爾 還有order by order by是排序 你要按照什麼排序 其實都有啦 所以有興趣自己再玩玩看 我覺得他這個網站 也是做得非常棒的 OK 只是差別就是他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 假設英文不好的同學 只是要學程式 可能還是要把英文學好 那怎麼辦 所以後來 同學 因為我本來都看英文習慣了 所以我也不會刻意想說有沒有中文版 後來呢 就有同學呢 他很喜歡亂動 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地球的形狀 按下去 出現選取語言 有沒有 繁體中文出現了 按下去 繁體中文出現了 感覺好像有比較清楚一點 有沒有 OK 所以如果你對於英文比較排斥的話 不過我覺得他翻譯的 也 還 可以啦 至少 比你去了解的應該 英文來得快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 記得是在這個 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地球 這邊 這個地方點一下 就有選取語言 OK 好 這個地方有延伸性 還有很多like 有沒有 like 就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模糊查詢 有沒有 這邊給你100% 有沒有 OK Citylike什麼東西 你可以 自己來瞭解一下 裡面有太多 相關的東西 因為我們時間沒有 那麼多 所以我就是 給個方向 你們自己在去了解 那最後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啟動 那查詢全部 按下他 全部查回來了 OK 所以基本 基本上啦 反正這些應該 至少如果可以Walk 我想基本足够 那只是延伸性 你们要自己再怎么变化 那是你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SS可以 那当然MySQL呢 MySQL可不可以 MySQL当然可以 只是关键的地方 我刚刚讲的驱动程式改一下 然后把那个路径不是一个档案 它是一个IP位置 然后 对 MySQL也要把它架起来 然后把资料放上去 所以 等一下也许 我们要先做前置作业 就是 第一个 如何把MySQL架设起来 安全性设定好 因为如果没有账号密码 任何人都可以登录那很危险 都可以改里面的资料 所以安全性先改一下 再来的话 如何在MySQL里面 建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建一个资料表 里面有五个栏位 就刚刚一样 五个栏位里面 再把资料丢过去 OK 其他的动作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 驱动程式跟IP位置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 时间应该还够 可以很快地把它演练一遍 所以今天主要的focus 都是在那个资料库上面 不过这些东西 理论上都是 可能都是跨在很多本书上面 如果以上 以那个课程来说 这个不会是在同一个课程里面讲的 我尽可能就是把很多个 这个这个 应该也算跨了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一样的东西 对我来说 学习尽可能的一样的东西 就不用再花时间 你要学的应该是学它不一样的地方 不然的话你每次又重学一遍 不浪费时间吗 所以像我教的程式语言不止一种 我至少教超过十 超过十种的程式语言 很多同学说 老师那你十个 十个怎么学 当然不是 就我刚刚讲的 找到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对了 一样的就不用学了 好